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本来这个射手本来就容易坐牢 对不对 当你放了线后跟这个射手辅助三个人在一起 你放一波别人不放 三打二总打得赢吧 三打二打赢了就有防御塔了 节奏不就活了吗 你要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就明白了 好吧 你说这个猴呢 他吃了中线 他六千的经济 就算对面这个打野手法比他厉害一点 他这个装备摆在这里出两个暴击 管他国不国服 两下直接抬走了 这个打野也完明白了呀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思路的转变 就是说你格局打开了就有了 就不再去刻意的非要去想吃这个线 好吧 嗯 李白拿了红红准备搞我一波 他看我带了几种 猴子没反应 充电 嗯 这马可好像还挺会玩的呀 嗯 这马可好像还挺会玩的呀 嗯 这马可好像 好像 哦 两个忠意也开始闹起来了兄弟们 是不是 如果他开局就来了一句猴子 你多吃中线会闹起来吗 是吧 增加团队和谐 请学我放中线 好吧 兄弟们 嗯 是不是有点卡呀 大哥 哈哈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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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做的 你看他也在放中线的 是吧 看到没 这个真鸡 他也不吃中了 中路全部让给李白 你说你为什么总是被别人欺负 因为现在 你要知道主流打法是怎么样的 交给他了 我吃个药包 李白不在 刚好张飞推着他一下 李白好像过来了 完了 我的 我憨了呀 我还觉得我自己能弄它 想太多了我 别死 别死 我的 我以为差还够 我还这么想太多了 不知道怎么办 你可以再做什么 我们不想任何去念念吗 这么逗吗 这只牛 睡着了呀 它 这真是个好兄弟 直接放上线 打架 放完线 然后坐电梯上去 他怎么敢的呀 我怎么敢的呀 他会回去的 不是吧 我觉得张飞要张嘴了 张飞急死了 张飞急死了 我去把红拿了 这好像赶不过去了吧 我最把下路推了吧 开始挤走 免得位置被卡住了 下路台已经压掉了 我还拿着个篮 我去把红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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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去把红拿了 我去把红拿了 严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老弟 他最后把大车憋出来了 行行行 这玩啥呢这 瞎搞 这玩意 2 3 4 5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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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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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 20 20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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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感觉就我一个人在玩游戏啊 他们怎么好好玩啊大哥们 别搞了 他们怎么回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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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